王爷 来 十一来了 事情办得怎么样 王爷 人火都在 没有出任何差错 好 好极了 王爷 银库被劫 孙遂调拨进千人马 在城外方圆百里逐一排查 王爷怕你们寡不敌众 所以一直在这里等着你们 王爷您放心 做这种事 只要我和慕容真做搭档 没有办不到的 好 王爷 江西巡抚孙大人求见 他来得好快 王爷 想必知道下官到此的原因吧 知道 我听说全城的赈灾款 昨天一夜被盗了个金光 是啊 王爷果然消息灵通 令人不得不敬 不是我消息灵通 是这件事太大了 此话怎么讲 本城发生了这么大的案子 你作为一方巡抚 责任何其大呀 奇怪 你今天怎么有时间到本王府来啊 你应该在外面忙着查案才对啊 下官到此自有其道理 哦 那就说说看吧 是让本王给你继续捐款呢 还是怕皇上怪罪下来 让本王给你求个情啊 其实都不是 你到这儿来只是为了一件事 什么事 你是在怀疑此案是本王做的 是本王做的 对吗 王爷 我告诉你 我听到消息以后怕引起混乱 在门口支了十多个周旁 本王爷是在替你维持局面 知道吗 看来王爷想得比我透 看得比我远呢 哈 过奖了 本王这是疾孙大人所及 所以下官登门 烦劳王爷协助调查 哎呀 真是怪事啊 一夜之间竟能把那么多的赈灾款 道个金光 此人本事大 如果我能见到他 我一定向他道一声佩服 王爷 听您这话的意思 您是在怀疑我 怎么 你能怀疑本王 本王就不能怀疑你吗 王爷 现在不是开玩笑的时候 有个一范刚下雨一个时辰 就被毒杀了 是吗 孙大人 那你更应该抓紧去办案了 如果你不尽早地查出来 本王对百姓也无法交代 好 真的假不了 假得真不了 下官从现在开始睡觉 都会睁着一只眼睛 看看谁是真正的盗贼 告辞了 看来南昌的事情要闹大呀 也好 宁王气焰太盛 也该敲打敲打他了 孙岁是一个倔强自负之人 办事认真 但是他不懂得审时夺势 虚与周旋他也做不到 看来查不到一半就会被宁王气跑 这恰恰中了宁王的奸计 宁王又可以排斥中梁安插一己了 看来宁王是一箭双雕 也许孙岁辞官的奏折已经在路上了 这个正直君子在江西待了这么多年 也真是苦了他了 杨明先生 依我看你对此事似乎还另有高见 不妨说来听一听 我看宁王他不会仅仅因为这一笔财富 而撵走顺遂吧 于大人你说得好啊 宁王一向以智谋深远而自诩 一箭双雕的事他从来不屑一顾 一定要一箭三雕一箭四雕才行 可惜啊像他这种人想法太多 聪明反辈聪明物彼此牵制 效果也就打了折扣了 怎么讲他想趁这个机会 告诉南昌百姓江西灾民一件事情 就是孙岁坚守自盗 江西的官场已经烂透了 这事要是让皇上知道了 不过是换一个巡抚 但是要是让百姓相信了这事 那就不是换巡抚 而是要换朝廷了 你是说他是为了最后起事 在鼓动迷心 至于他后面还要下什么棋 咱不管他 不过他送子进京立储未遂 这对他是个沉重的打击 我想他现在一定是心急如焚吧 那以先生之见 孙岁是宁王在江西的唯一智咒 也只有他才能替皇上紧紧地守住 江西南昌的城门 所以绝不能让宁王 逼他辞官的事情得逞 这件事还希望两位大人 在朝廷上下多多地斡旋呢 还有呢 如果朝廷或其他人 要彻查南昌捐银大劫案 御林军必须按住 千万不能把水搅浑 宁王赈灾不惜余力 百姓很容易站在他那一边 如果这个时候把时局挑明 那就是逼百姓选择呀 一个是近在眼前 对他们恩吉门户的贤王 一个是远在天边 对他们生死不问的朝廷 你们说百姓会选择谁呢 好厉害的对手啊 这个多少钱呢 十文 太贵了 好厉害的 弟弟 累了 喝杯茶吧 我不累姐 我这个人呢 就是不能闲着 你要真让我干点什么活 我倒觉得快活 好啊 知道干活的才是好男人 将来啊 谁要是嫁给你了 一定过得特别幸福 嗯 姐 你觉得我像是没有娶过老婆的人吗 你都娶老婆了 不 我的意思是说呀 我这个人 你看我像是个怕老婆的人吗 这可看不出来 不过你也不小了 你的家里也该给你张罗了 他们倒也张罗了 不过这种事情 还得我自己做主啊 你别看我年纪小 可我在家里的辈分蛮高的了 那人前人后的 很多人都得叫我一声爷 别这么油腔滑掉的 姐跟你说啊 这京城里呀 可有不少玩苦恶哨 你不要跟他们学坏啊 姐 你觉得我是玩苦恶哨吗 姐不是怕你学坏吗 你身心善良 又爱憎分明 姐希望你永远都能这样 姐 你看人真准 我这个人就是心太软 心眼推好了点 我跟你说 我们家里有几个穷亲戚 成天有事没事 就谈天下大事啊 他们谈着谈着还上瘾 不光自己谈 还要拉上我一块谈 还得天天的见面 一天不见面 他们就到处散布我的谣言呢 说我是个 说我天天昏头昏脑 有这样的事 他们怎么就不知道干点什么正经事呢 就是啊 这些个东西 良心都让狗给吃了 还有一次 我冒着生命危险到森林里去打猎 家里没有粮食了 打了一些山鸡啊 一些野兔啊 还捕了一些鱼啊 我就分给他们了 全分给他们了 他们呢 一句感恩的话也不说 我自己留了一点东西 分给我养的那 那几只猫了 告诉你啊 我现在根本就没有地方住 我就和我养的那几只猫住在一块 我住的地方叫猫房 你的日子过得也真够艰难的 姐姐 干脆我搬过来和你一起住吧 姐姐我现在也没有自己的家呀 那你住哪儿啊 哎呀姐姐 我都把你当我亲姐姐了 有什么不可以告诉我的 嗯 其实告诉你也无所谓 我现在 住在一个大哥家里 是不是那个玉林军大哥 不是 是另外一个 也是个玉林军 哎呦 乖乖 姐姐 有力量的玉林军喜欢你啊 你又想哪儿去了 那个徐大哥 他叫徐鹤 他是可怜我 才让我在他们家住的 咱用不着他可怜 敢不要弟弟买一个大宅子给你住 好啊 等你将来出息了 当了朝廷的大官 姐姐再去你的大宅子住 好吗 可是现在 原来 你还是让姐先住徐大哥家里吧 原来你还是喜欢徐大哥 你又开始胡说了 两个大哥 你总得喜欢一个人多一点吧 嗯 嗯 二位 您的面 这两天 你那个弟弟还去筹段庄找你吗 他呀 好几天都没来了 他这个人啊神出鬼没的 有时候一天来好几回 有时候几天都不来 不过你别说 这几天没见到他 我还挺想他的 你还挺在意他的 知道吗 他从小到大 都没人好好陪他玩过 有一次 他拉着我的手跟我说 姐 我真想让人陪我一块玩 可是 我长这么大 从来没有人陪我玩过 我是不是这辈子就住得要孤单了 孤单 他还孤单啊 他还摸你的手 好了 我吃饱了 咱走吧 以后我一定请你 王爷 珠宝首饰都运到苏杭一带 顺利脱手了 连同整银一共有八万三千两 都已经换成了银票 好 这件事办得漂亮 杨征啊 留下一部分收买兵吗 其他的全部送给零食衣 是 王爷的好意我带地主们收下来 不过这些银子我不要 留在王爷这里太大用场吧 这怎么行呢 很道理说你跟本王共谋大事 我应该给你发放军饷 可是现在本王没有这个能力 你的那些个兵马也需要粮草 王爷不必多虑 我们在柏阳湖水面上做的 完全都是没本钱的买卖 每日过往的商船 都要向我们交付一笔平安的银子 积少成多也还可观 再说了我们水寨的兄弟啊 都是打鱼的出身 我们自己的船只也经常在柏阳湖上 补鱼捉蟹拿去买卖轻盈 所以钱量充足不必王爷挂虑 好啊真正的侠义作风 本王就喜欢你这一点 不过这笔银子我也不能留在府上 王爷是想把这银子用在孙岁身上 知我者仰正也啊 我听说这位孙大人自从丢了这笔钱财之后啊 亲自上书朝廷去谢罪呢 我要把这些银子送到京城去 多收买些重臣 到时候也好帮帮我们这位孙大人 好主意 孙岁这次困与王爷作对 还三番两次组织兵马入湖倾搅我们水寨 这次啊总算是可以把他赶走了 王爷这可真是一箭双雕之计啊 还不止一箭双雕的 孙岁一向自居清高 朝廷也曾因其为官方正客气奉公而褒奖 此刻灰头土脸的离开百姓必对朝廷的清官失望 进而对朝廷失望 嗯 慕容真 你意下如何 回王爷 江湖上有句谚语叫 封离没入 穷寇没追 孙岁此刻在江西百姓心中已经变成一个穷寇 如此重挫可能让他三五年之内 甚至终其任上都抬不起头来 抬不起头来 那自然也就没有资格和王爷再纠缠了 如此说来本王可以省下这笔银子了 这个还要靠王爷来决断 不过以属下之见 还是要帮他一把 帮他 你说说看 怎么个帮法 在天下人面前 王爷不但没有落井下石 反而帮他说情 助他留任 相比孙岁定会感恩图报 慕容真 那要是他不知道感恩图报呢 那就让天下人知道 纵使不知感恩图报的人 王爷也还是以宽厚代之 这是什么 这是胸怀天下呀 慕容真 看来你不仅仅是一个勇者 还是一个智者 还是一个智者 好 本王就照你说的办 来 来你啊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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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大哥 看见慕容真了吗 谁知道他去哪儿了 刚刚还在呢 哦 林大哥 这镯子是谁的 挺漂亮的 喜欢吗 那就是你的 真的 你要是喜欢 我就送给你了 那真是太好了 谢谢林大哥 你现在有事吗 没有啊 闲着呢 没事你就老老实实地待着 陪娘说说话 我现在不是好好地陪你呢吗 我说什么来着 一个时辰你都待不住 谁说的 才不是呢 我现在在这儿挥挥挥挥的和您说点知心话 你能有什么知心话跟娘说呀 我可不想听你那些言不由衷的话 好了 去玩吧 真的 那我去转转了 等等 怎么了 你手上拿的什么 这个 镯子 谁送的 林大哥送我的 好看吗 他怎么会送你这个呢 他可大方了 不止送这个 他还送我一瓶特别稀罕的香水呢 我不是问这个 我是问他什么时间送你的 好像应该是前几天吧 怎么了娘 好 没什么 去吧 那我走了 这丫头啊 越来越疯 疯是疯了点 现在啊 也爱美了 身上的首饰也戴得多了 你看见她手上的那个镯子了吗 大了 不是过去的那个小丫头咯 王爷 我想问一下 我捐出去的镯子 怎么会在林十一那儿 有这回事 小莹手上的这个镯子 是我前几天捐出去赈灾的 现在却到了她手上 她跟我说是林十一送给她的 我在想林十一这个人来路不明 王爷 你可得当心点啊 你是在怀疑林十一 委屈她了 出事那天她一直在本王身边 可是你别忘了 她本来就是博洋湖的大盗 她做这种事情不用自己动手 这个线索提供的好 很有可能这件事情 就是她的手下干的 顺便送给了她一个镯子 好 这件事情你就不要打草惊蛇了 交给本王来处理 王爷 现在府上的人越来越多 三山五岳的 你可真得当心点啊 行了 这些人过不了多久就会走的 真应该当心的 是咱们的宝贝女儿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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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 齐猫了 是不是昨晚上木剑相好的了 怎么 是不是昨晚上做美梦了 别在这啰嗦 不然我跟你翻脸啊 人家似有人家的情哥哥 人家的情哥哥是那个贾弟弟 挺好的 拿着 嘛 身体 就是 尹尹 但是不合法 低竹 czym 好 高呢 сод后 markings 你来就是给我拖子 你不是跟我讲大道理的 我才懒得跟你讲这些道理 清莲姑娘过来看你了 真的 她人呢 在哪 她听说你惹事了 特意来看你 那你来是放我出去的 你见完她以后还给我再回来 行 没问题 你还要答应我一件事 行 一百件都行 千万不能把这件事情的真相告诉她 因为皇上已经下旨了 谁要把这件事情说出去 就马门抄斩 你长点记性 去吧 你怎么了 上什么地方了 我没事 怎么会这样呢 我也不知道 我已经忘了 都怪我不好 本来昨天答应跟你一块去看戏的 可临到下班子的时候 我那个弟弟来找我 让我跟他去买东西 要是昨天我来了 你就不会这个样子了 清莲 你那个弟弟他 他其实不 停 你别想让我再野妈了 我忍不住了 你别胡说 我胡说什么了 你们怎么回事啊 干嘛装神弄鬼的 清莲 你那个弟弟他 他其实就是当今的圣上 你胆子太大了 敢拿圣上开玩笑 我怎么敢 他 他真是皇上 我只是不忍心在欺骗你了 请 清莲姑娘 清莲姑娘 刚才秦政所说的一切 你就当没听见 知道吗 为什么 姑娘 皇上有旨啊 任何人不能在你面前 羞怒他是皇上秘密啊 皇之难抗啊 吵架灭门 都是他一句话的事情 现在秦征就把自己 摆在这个危险的境地 他的祸福荣辱 身家性命 全在姑娘你一面之间 有这么严重 姑娘 人命关天 我不会胡说的 我已延令 所有在场的御林军 都要守口如瓶 所以我请姑娘千万 要严守这个秘密 你就当 皇上还是你的亲弟弟 你再陪他玩一玩 直到皇上他自己 玩腻了为止 秦大哥是为了我好 我自然不会说破 不过 你现在可以告诉我 我爹的事了吧 审时夺势 不择手段 真像你爹啊 于大人爱兵如子 秦大哥的性命 就掌握在你手中了 当然 你现在就可以杀了我 一了百了 我是舍不得秦征 尤其是舍不得秦征 因为你而断送前程 甚至性命 不过那件事 我不会告诉你的 姑娘 人心自有天良 该怎么做 你看着办吧 来了 来了 你这深更半夜的笨奶门丧了 找什么 我看有人给你暖被窝没有 你这老东西 走 我带你去个好地方 上去 去了就知道了 快走 等等我把门关上 快走 你这是干什么呀 这就是你说的好地方 怎么 这地方不好 我看你是吃多了 肚子里闹得慌怕 我是要看看咱们到底老了没有 你这个老东西 怎么 服输了 好 我就陪你玩玩 你这老家伙还行哪 通子宫还在 再虎个三两年没问题 我说 我这气上不来了 我说 今儿这事我是不是做错了 我听说了 秦征这孩子呀 真是 看来要守口如瓶 太难做到了 我知道你也令他们不说出这件事 是关系到秦征的生死 弟兄们 你不会说出去的 我现在担心的不是这件事 我是说那哈清廉哪 他想用这件事让我说出他爹的事 我没跟他说这个 你做得对 要是我呀 说不定还要杀人灭口呢 他罪不至死 我是担心哈清廉他要是破釜沉舟 那秦征该怎么办啊 为了保卫大明江山 御林军牺牲个秦征也是值得的 好成 大明江山再也经不起折腾了 我想秦征为大明江山而死 他会愿意的 他愿意 我还不愿意呢 如果皇上动怒我降罪秦征 我会保他 用我的官职身家 我也会的 姐 你回来了 姐 你怎么才来啊 人家店铺早开门了 这得耽误咱们多少生意啊 一看 弟弟今天发银子了 特意买了只精华火腿 来孝敬您的 怎么样 我这个弟弟很乖吧 你很好 怎么了 姐姐 你不开心哪 没有啊 你喝水吧 没有 没有 不对 你今天话又少又不肯笑 还不支持我 总之很反常啊 姐 是不是有人欺负你了 你告诉我 我是你弟弟 你别把我当外人呢 你明明是外甥之尊 又何苦做这些粗笨之事呢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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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都不准透露这件事情 谁说出去 谁就是抗旨 我要灭他九族 你说 是谁说的 是秦政 我就知道是这个狗东西 好啊 他那真的秘密去买你的好 好 我绝对不饶他 皇上 我知道皇上是好人 做事有分寸 你绝不会迁怒于无辜的 他无辜 本来我是你的好弟弟 现在呢 倒成了一个大骗子 我 皇上 我知道你一直都没有骗我 你说你孤单 你就一定孤单 虽然你是皇上 可你从小到大 都没有谁陪你好好玩过 和你在一起 就是陪王搬家 玩不像真玩 赢也不像真赢 和你在一起的时候 只要你说不想玩了 让他们退下 你就能看得出来 他们是那么的如释重负 高兴得要死 姐 你怎么全都知道 你好像跟我从小 长到大似的 皇上 我现在已经知道 你是皇上 我也知道你比我大两岁 可是如果你愿意的话 我还愿意做你的姐姐 你还做我的弟弟 好吗 好 那你就不要责罚秦征了 好不好 不行 这个秦征 我一定要收拾他 秦征叩见皇上 秦征 你知道 真为什么要把你带到这里来吗 臣知道 臣什么臣呢 你抗旨了 你就没把我当君 也没当自己是臣 反了你还 你就是个小人 我告诉你 说好不走漏风声的 你干嘛传出去啊 因我害我是不是啊 御灵君呢 你看你给御灵君丢脸你 秦征知罪甘愿受死 只求不要牵连家人 皇上 臣有话要说 秦征抗旨不遵 按律 理应受死 可是 好啊 你也说他该死是不是 正好 朕从见如流 来啊 给我把他推出去 皇上 皇上 秦征死不足惜 至求临死之前 能与清莲姑娘 说上几句 他还忙里偷闲啊 好 你说 你赶紧说 清莲姑娘 现在我说这话 可能有些晚了 可如果我不说的话 真是死不瞑目 自从认识清莲姑娘 我就不停地犯魂 和徐大哥打架 跟自己的弟兄 动兵刃 还把皇上的秘密 给泄露了 我也不知道怎么了 只要跟你在一起 就会不停地犯魂 说起来这件事 还是得怪罪到 清莲姑娘的头上 因为在我心里 只有你 已经容不下 其他的事情了 所以我就不停地犯魂 现在我要上刑场了 看来 感谢皇上开恩 还让我和你最后说上几句 我只想说 我喜欢你 清莲姑娘 所以 不想让别人看你的笑话 清正 你的话说完了 姐 她说她喜欢你 你听见了吗 好啊 太好了 清诚 其实朕就是想让你明白 一个人 只要有一颗真心 坏事也能变成好事 朕这个人呢 就是心太软 见不得有人心里难受 行了 现在最难说的话 朕已经帮着你说出来了 剩下的事 能不能娶到朕的玉姐 就全靠你自己的了 来人 百驾回宫 你们聊 你们聊 你 你是不是喜欢徐大哥 我知道你喜欢他 而且你一直就喜欢他 可 可是他喜不喜欢你啊 我就不敢确定了 我只知道 我肯定比他喜欢你 秦大哥 秦大哥 你过来一下 来啊 告诉我 这两块 喜欢哪一块 什么 我是说 这两块花布 你到底喜欢哪一块 你喜欢哪一块 我就喜欢哪一块 我喜欢的 不在这里面 况且 我喜欢的 你也未必就喜欢 我喜欢 秦大哥 其实 每个人喜欢的 都不一样 没有什么对错 也没有什么办法 这或许 就是缘分吧 我感觉 我们俩挺有缘分的 秦大哥 我知道你对我好 可是我跟你之间 只有兄妹的缘分 如果你愿意认我 这个妹妹 那是想被我的福分 可是 你如果不愿意 认我的话 那我只好离开了 好在 京城那么大 不可能 你在我心里 永远都不可能 是妹妹 秦大哥 你先喝点水吧 你先喝水吧 sub indo by 我跟官人 你喝水 我算是喝水 王阳明 你猜 朕今天早上干嘛去了 皇上性质这么好 一定是外出巡游了 只怕还是带给那群藩王世子 再看皇上的神情洒爽 目光中却无杀气 想必是去演练骑射 但却没有行为打猎 对不对 太对了 王阳明 你猜的可真准 朕今天早上 本想练习完弓箭之后 直接去打猎 结果朕的那些孩儿们 一个个精疲力尽 朕就知道 他们肯定是早上起得太早 朕心中是实在不太人 就放他们回去了 皇上本是喜剧不喜散的性情 却能屈己从人体恤下情 古之明君也不过如此 王阳明 你这个人太没劲了 别人都说你王阳明是个铁骨铮铮的中建之臣 你倒好 你说自从朕准你随王半嫁以来 你给朕金建国多少次 一次也没有 天天夸朕是明君圣主 这脸皮本来是很薄的 生生被你夸好了 王阳明 你可知罪 皇上有过 臣尽见 皇上无过 臣不敢以剑邀宠 以剑邀明 王阳明 你刚才说这是喜剧不喜散的性子 这你也看出来了 皇上年幼之时 身处尖危之地 更无兄弟在旁 满腔兄弟之情 却无法得以流露 继位之后 皇上整日的艳影游烈 在朝中大臣看来 这是荒唐奢靡 不理朝政 其实在围臣看来 说下去 臣以为 皇上既是吃糠燕菜 也不会皱一下眉头 您涂的不是吃喝享乐 花天酒地 而是手足相聚的天伦之乐 所以臣才斗胆说 皇上 您是喜剧不喜散 照你这么说 朕不是昏暴之君了 昏君心中只有自己 而皇上奸爱天下 暴君心中只想惩罚示威 而皇上您对臣民 多有宽容 多有宽容 相比之下 一个天上 一个地下 皇上奸爱天下 皇上奸爱天下 算你狠的 你把朕的生平事 一口气都舒穿了 也罢 朕这回赦你无罪 饶你去吧 是 如有再犯 满门抄斩 臣明白了 退下 退下 王阳明 你要再这么说朕 朕诛你九族 诛你十族 给你拿好 谢谢啊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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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 赶紧趁热吃了 这家的烤白薯特别好吃 那是皮胶里嫩 当初我就想把他们招进宫去 可你也知道 这帮人要是进了宫 这味也就变了 皇上 你怎么了 皇上 我告诉你 以后还是叫我弟弟吧 你要再叫我皇上 我还得噎着 你确实不像个皇上 我以后再不这样叫你了 不光嘴上不能叫 心里也不能叫 你啊 就是我的亲姐姐 我就是你的亲弟弟 好 我的亲弟弟 你没发现吗 其实咱俩长得特像 真的真的 其实现在像不像也没关系 以后咱们相处时间长了 那自然也是像了 是不是 看那些朝廷大臣 谁还敢说 我没有什么亲手足 姐姐 我现在这几天特别郁闷 我们能不能出去玩一趟 陪着我一起出去散散心好不好 什么时候 现在就走 可是我 没什么可是的 银子今天我带足够了 走 弟弟 也许沉默 我已经成为习惯 从不想天地承诺 也不想山水许愿 可就在那样 那样一个瞬间 我为什么 我为什么 还要奴法冲冠 这是一个复命的时刻 我必须山路凶往直前 也许这条路将走向天涯 一路风尘 会伴着我的尊严 也许 也许 这一瞬间 将会成为永远 没有了以后的日子 也没有了你的缠绵 可生命就这样 别无选择 我必须在路上 依然决然 天歌剑背后 你声声呼唤 即使我和你 远在前面 是否在路上 我不倒在地 你的温柔 绘画作一片青山 听得见背后 你声声呼唤 即使我和你 远在前面 如果在路上 我不倒在地 你的温柔 绘画作一片青山